我們在這個鍋碗頭 我可能剛剛有看到那一照片 很困擾 放在 都放在垃圾桶裡面 媽媽們都會很困擾這件事 對 非常困擾 而且我是直到上禮拜 還是上上禮拜 才發現我家的有一個鍋子 是不能用菜瓜布刷的 你刷會破壞那個鍋子的塗層 對... 我說 這樣子 這個會傷 然後就悲劇了 這是我們書稱的GG GG 好危險 所以不同材質的鍋子 要用不同的刷具跟方法 最常見的應該就是煮Overuse 煮過頭的 對 就是黑掉了 就是過年 今年過年的時候 因為我們就是年輕媳婦 都會去買一些那種 有的沒有漂亮的那種鍋具 愛心的那一種 對 粉紅色的或什麼的 玫瑰花的 然後他們也比較不容易燒焦 但是我過年的時候 我就用我婆婆的 因為過年大家就聚在一起 我就拿了一個鍋子 我只不過煮了一個湯而已 那鍋子就給我整個都燒焦了 整個黑掉 那不行 那個鍋子就那種傳統的那種 從此之後婆婆叫妳 金氏媳婦 金氏 我覺得她今天就跟她冒冷汗 後來我就焦掉了 我就想說焦掉頂多就是刷一刷 就沒有我婆婆直接把那鍋子 整個丟掉了 我說媽妳為什麼把那個鍋子丟掉了 因為妳用夠了我就不想用了 我把她心裡的話講出來 她就跟我說妳這個東西 妳這樣子既然已經焦掉了 妳這樣刷其實也很浪費時間 妳不如乾脆丟掉換新的 我就覺得好內疚喔 那妳有買新的給她嗎 當然沒有 妳怎麼會聽不懂她的暗示 對啊 暗示 妳的媳婦怎麼當啊 對 這個時候怎麼樣 姑姑再來一句 妳完蛋了 過年紅包包都有點 但是我有自己上網找了一些 很多很有趣的小東西 就是刷鍋子的 比如說像是那種 就是剛才你們有分享說 有些鍋子不能用鋼刷 或是可以保護刷 這個是矽膠的 你知道我覺得 這太厲害了是不是 很療癒 對 它整個是矽膠的 對很舒服 這樣也能洗身體吧 好像其實可以 我覺得可以去腳趾什麼也可以 淋巴什麼 乾脆直接洗洗衣機也可以 好不好 因為它是矽膠的 所以它整個上面 都是已經是毛了 等於說你摸過的地方 它都把它洗乾淨了 還可以拿去消毒 因為有一些那種塑膠手套 你拿東西這樣刷刷刷了之後 你晾乾它會這樣黏在一起 要不然會發霉 會臭臭的 這種矽膠的 你就可以拿去消毒 其實也沒關係 然後還有另外一種是 如果你的鍋子 就是不是那種不沾鍋 它是可以用那種 比較硬的東西刷的話 還有這種就是來自於德國 它叫做魔術造刷 它其實粉紅色的這個上面 它是一種很特殊的粉末 它這個上面是那種鋼絲絨 所以你其實刷鍋子 它比較不容易刷出那種刷痕 對 可是它可以刷得非常乾淨 它不僅是刷就是鍋子 連家裡的一些 就是那種水龍頭的水痕 水刺 對 它都可以刷得很乾淨 就是一刷上去它就立即發癒 需要再另外一家洗碗筋嗎 不需要 因為它本身上面這個就是造粉 粉紅色的這個 而且平均一個才10塊左右 然後你就是刷到它粉紅色的 不見了這一塊就可以丟掉了 乾淨 美玉姐 對... 妳那笑容一副不以為人那樣 美玉姐妳沒有用這些 年輕人很喜歡的玩意兒 當然這些配件 妳不需要這些配件 妳不需要這些配件 那錢把它刷下去好嗎 刷下去 對啊 刷下去 我們可以買個口紅 氣墊粉餅什麼的 也不錯 它為妳好 對 妳有更好的招數 就是不要花任何的錢 然後我們就是用一個小訣竅 就可以把鍋子給恢復原狀 恢復原本的 亮晶晶的 很漂亮的鍋子 這是關鍵的 遇到鍋具 燒灰搭該怎麼辦呢 就讓美玉姐來親自示範 一般就是最怕油 醬油 糖 然後去燒焦 對 不小心晃了 離開了 沒顧好 很容易丟掉 去接個電話 或者是說想個心事來的 想個心事 然後醬油下來 糖 很可怕 就會黏在上面 好容易燒焦 對 然後冒煙了 對 剛開始會有香味 接著就有焦味 好香喔 然後厚爾麵就是搭在一起了 對 對 這有很多家庭的法庭 剛剛佩佩講了說 它鍋子連外圍都燒焦了 對 就是火開太大 可能潑進了 其實我們的火盡量就往內縮 已經 這夠燙嗎 有 還是潑那個師傅 看他會不會擺一盤 看他評論真的 那一千塊也太難賺了吧 對啊 好難賺 我們潑說你有沒有再注意一點 焦糖麵膜嗎 他在忙補那個 不要分心... 這一千塊也不好賺 一般這個溫度就是很高了 冒煙了 對 差不多已經要關了的程度 我們就是把它關了 已經扒了 扒在一起了 我們發現以後就是不要緊張 一般我們就是說 會第一個動作會緊張 會緊張 怕死亡 馬上就拿去沖涼水 這個時候可能鍋子會造成一個傷害 就是可能會撲骨 我們台語叫撲骨 熱脹冷縮這樣嗎 變形的 早晉 走山了 跟身材一樣這樣 大走鐘了 就整個會變形 這個鍋子就是 可能就是要報廢了 沒得救 這個時候 媽媽的情緒已經要到費典了 很高漲 對 因為撞不住 下一步就是什麼你知道嗎 罵老公 建設登上去 誰出箭就 好 那我們現在就是準備水 擺開水 水 然後 對 什麼很好用 家裡的擦手紙有沒有 廚房餐巾紙 比較粗一點 擦手紙 來 好 然後我們就把它鋪在這個 燒焦的鍋底 蓋上去 等一下它可以擋一些那個煙 因為現在鍋底就是很燙很熱 好 這是熱水嗎 一般的水龍頭的自來水 好 好 這是一定要立即趕快處理嗎 用湯了 鍋子趁著就是它有餘溫的時候 來整理是最好整理 就讓你更輕鬆 來 我們就是說 整理這個鍋子可以就是說 也可以走那種氣質路線 就不用在那邊這樣 在那邊刷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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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刷 對... 不細直的 一般情緒已經高漲的婦女 有可能 過不得形象了 用餘巾紙這樣子 對 那我們就是說 也不要說去沾到我們的手 弄髒我們的玉手有沒有 我們已經做好保養了 好 來 我們就用這個煎熙 來 拖著這個餘巾紙 輕鬆的撐著這個餘溫 鍋子的餘溫 這樣繞幾圈 你會發現剛剛扒著那個 醬油跟糖 你看... 太神奇了 這麼簡單 真的 為什麼 為什麼用餘巾紙這樣 對啊 怎麼就擦起來了 以為會很困難 要用蒙霜 對啊 這個是一個小撇步 一個小嘗試的分享 就是溫度 善用溫度 它最喜歡那種 溫溫熱熱的溫度 鍋子就覺得很舒服 就像我們洗熱水澡 沖的當下 我們是覺得舒服的 鍋子也會有感受 因為我們確實通常 燒焦第一件事 就是把它拿到 加一點吸丸巾 然後加水讓它泡著 其實這是不對的 是 那又很浪費你的體力 把體力留著可以修理老公 不是 那我們把這個 髒的水我們把它給倒掉 好 各位觀眾 見證奇蹟的時刻來了 給大家看一看 很厲害 熊師傅可以嗎 厲害... 叫媽媽 同理 洗衣機這也可以加熱 洗衣服旁邊加 更好清洗 這樣這個鍋子就不用 就是外送送洗了 免費就我們自己洗 而且就是用少少的水 還有幾張吃 媳婦如果可以這樣做 媽媽在旁邊 好厲害 然後學起來 對... 這樣多美好 是 你說鍋子也有分好壞 如果我們看鍋子要好壞 它是有編號去編它的 對不對 是 你知道買鍋具的時候嗎 對 你要看編號 然後才能分辨得出 這個鍋子好和不好 對... 什麼編號在哪裡 什麼編 像我們 對 一般我們像 舉例來講像不鏽鋼的鍋子 它的編號就有 比如說我們常聽到的304 對 316 那有的人會以為說 是不是四開等的 我第一次聽到 我哪來什麼常聽到 不是媽媽 媽媽都聽到 真的好厲害 媽媽都會釋放毒素 那個數字不一樣 它釋放毒素的可能性越小 像我小孩子的東西 我全部都只買304 食用級的毒素 什麼 我都不知道 對 真的嗎 我不知道 我今天才學到 其實是一樣的 是今天第一次知道 編號這件事 是第一次聽到 媽媽的那種迷思 有一個想法是說 那是不是編號越高 甚至高到了430 他們會覺得說 那430不是更好嗎 其實最適合做這個餐具的 其實我們選擇316就可以 316它的那個金屬的比例 就是各根鎮的比例 就是最完美的 它是真正 對 食品醫療級的鋼紙 那有438這個號碼 430 430 對... 瞎問 不是 430 你以為它是1600盒彩的 這個名牌 436 430 但是430的這個鋼紙 它的用途大部分都是 是用在做那種儲具 或者是像 剛剛我們看到那個洗衣機 那個內檔 洗碗機的內檔 那個都適合用430 那鍋子的話就 我們可以選購 我們是建議 就是316 316即可 就是很標準 很不錯 那我們現在有了解以後 第二個我們就是可以去挑 好的鍋子的話 會有一個厚度 會比薄的 輕的好用 它的那個烹煮的穩定度 會更好 更優 怎麼看 煮蒜的料理會更好吃嗎 對 好 像我這裡我今天有帶來 像這個就屬於厚的 對... 一般家庭都會有的這種厚的 厚的 就是說 你如果說你的預算夠 我們就是可以去投資好的鍋子 那我們就可以參考一下 這個也是一個指標 你光聽聲音就不一樣 你聽 很紮實的 不是那種一敲就這樣 很薄脆 那個太薄 這種量子的鍋子 相對的也是不是很便宜 對... 當然建州你沒問題 美玉姐有一些... 幫助理問 他說什麼 美玉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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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是韓音 鍋子它裡面有塗那個陶瓷 那個好嗎 對 陶瓷的話就是 陶瓷鍋 就是我剛剛養的這一個 陶瓷鍋 對 因為它的成分 就是有好幾次種的那種 礦物性的成分 很珍貴的 像石英 魚木 這些很珍貴的礦石 所以它也是非常 對人體健康是很好的 也是一個選擇 可以用的長長久久 東西要吃到肚子裡去 安心 一家人的健康 對 尤其我們 歷經了食安風暴以後 一般媽媽更注重這個 安全問題 所以 對 值得投資的 好 謝謝 謝謝